自由之心,梅花的冒险 在遥远的古老村庄,有一个小小的女孩叫做梅花 她的家人平凡朴实,过着朴素的生活 但她心中却有着不可抑制的渴望,渴望追逐属于自己的天地 在这个村庄,天地是什么? 对于弱者而言,天地是母亲的慈爱,是那片肥沃的土地,养育了一方森林 然而,对于强者而言,天地是一种牢笼,束缚了自由,是无法突破的界限 梅花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好奇心的女孩,她的眼中充满了对更广阔天地的向往 她常常在田野里奔跑,仰望星空,心中渴望着冒险和探索 然而,她的父母却告诉她,她是个女孩子,应该安分守己,过着平凡的生活 然而,梅花不愿被束缚,她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幻想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,梅花发现了一本神秘的古籍,上面记载着古老的武技和奇异的法术 这让梅花心中燃起了希望之火,她决定以女孩的身份,开始自己的修行之旅 她开始悄悄地在夜晚偷偷练习古老的武技,研究法术的奥秘 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中,梅花的力量逐渐增强,她的眼界也渐渐打开 然而,她的行为引起了村庄的注意,一些人开始指责她打破了传统的规矩 尽管如此,梅花并没有停下脚步,她更加坚定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她在修炼中体悟到,天地并非只是一个局限于村庄的概念,而是一个更为广阔,更为神秘的存在 她开始理解到,对于弱者而言,天地是生命的源泉,但对于强者而言,它却是一个需要不断挑战和突破的境界 梅花在修行的过程中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,他们一同助力梅花克服困难,共同奋斗在通向更广阔天地的道路上 她的力量不再只是为了自己,而是为了能够改变村庄的命运,为每个渴望自由的灵魂开辟更为辽阔的天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,梅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村庄女孩,她已经变得强大而坚定 她学会了不仅仅是战斗的技能,还有如何领导,如何激发人心 她带领着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,走出了村庄,开始了一场属于他们的冒险 梅花的故事成为村庄的传说,她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,而是一个拥有着强大力量和智慧的领袖 他们在广阔的天地中迎接着一个各精彩而未知的世界,为弱者争取更多的权利,打破束缚,创造出一个更加自由,更加美好的明天